今天胡人队被靠被挑战灰熊队 最终他们以99比104不敌灰熊队 没能取得连胜 本场比赛詹姆斯全场得到37分13 篮板7助攻2抢断2封盖的全能表现 但是依旧无法帮助球队赢球 詹姆斯已经连续6场比赛 得分在30分以上 但是胡人队在这6场比赛当中 仅仅取得一胜五负的战绩 今天的詹姆斯可以说是竭尽全力了 进攻端他3分线外14投8中 而在防守端他也送出了两次抢断和两次封盖 至少在他打5号位的时候 他做到了尽力防守 而且有非常好的表现 很显然詹姆斯是非常希望球队能够取得连胜的 毕竟目前胡人队的战绩形势不佳 他们本场比赛输球之后 已经掉落到了西部第8位 而且未来还有进一步往下掉的可能 如果戴维斯确证的这段时间 内胡人队不能够维持一个好的战绩 那么在竞争激烈的西部 他们很难再剩下来的在赛程当中战据主动 虽然今天胡人队输球之后 詹姆斯非常沮丧 但是比赛结束之后 詹姆斯并没有像往常那样直接离场 今天他比赛结束之后 一把抱住了莫兰特 很显然他对于今天莫兰特的表现是非常欣赏的 他非常看好这个年轻人 莫兰特今天全场得到了41分 在3分线外更是7投6中 试想一下如果詹姆斯身边有这样一位帮手 可能他就不用再打得如此艰难了 胡人队虽然名义上现在是球星云级 但是真正能够站出来切实帮助球队的 只有詹姆斯一人 虽然每场比赛结束之后 威少的数据是不错的 但是真正观看比赛的球迷 可以明显感觉到威少在进攻端给詹姆斯提供的帮助 是远远不够的 而且他每场比赛结束之后 都会出现非常稳定的失误数 威少在戴维斯确证的情况之下 每场比赛交出这样的进攻表现 是完全起不到替詹姆斯减压的作用的 詹姆斯现在似乎体会到了 18年季后赛那种孤立无助的感觉 如果本赛季胡人队没能打进到季后赛 或者在季后赛首轮就惨遭淘汰 那么詹姆斯会不会考虑加盟到其他球队呢 欢迎大家评论区各书记见